黑米烤飯糰 那我們就用一些黑米 因為它纖維膏 然後再加上一些 這個Omega所以永遠是互勝的 鮭魚 然後我們再加點這個洋蔥 進來拌一下鮭魚 然後我們就把它拌好之後 然後就把它 這個就拌好之後 你就把它塑造成一個飯糰 那記得要選擇這個沒有那個 什麼 沒有塑化劑的塑膠袋 每個環節都要注意 其實這個是均衡的飲食 所以我今天的配菜 就是一個櫛瓜 那有紅 有黃的有綠的 然後我們再配一點番茄 那番茄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如果說男生吃的話 我建議稍微再加熱一下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 為什麼男生要加熱你什麼 因為茄紅素比較容易出來 對… 然後你就用一點醬油膏 加一點點的這個醋 或味醂是便宜 你喜好 然後就抹上一點點 給一點味道的 對… 因為我之前沒有什麼調味 其實味道越淡越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到烤箱去烤 然後這樣的話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它弄成一小坨… 然後就這樣子 其實這樣就是一個簡單的 一個點心也是一個 你可以當成一個全食物 變成這樣子的感覺了 對不對 這麼健康的 我們來吃吃看 黑蜜鮭魚飯糰 味道很夠 我覺得 好香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好吃到鮭魚的香味 香氣還不爛 感覺沒有很油 沒想到黑蜜跟鮭魚這麼的搭 真的 好香 而且烤出來的 它吃起來外表 有一點點的酥脆感 對… 那裡面是難的 為什麼我在家自己煮黑蜜 那麼難吃 這邊怎麼那麼好吃 對…而且它很像烤飯 不然我們請膽老師來 你以為 真的 好好吃 這麼簡單就可以上料理 回家做優女兒子 現在減重的概念 並不是說完全不吃澱粉 而是應該多吃一些 抗性澱粉 像白飯那個就是 升糖指數很高 可是抗性澱粉 像這些紫米 黑米 糙米 還有一些五穀米 還有一些黃豆類的 這樣也算是優質澱粉 這個叫優質澱粉 吃進去 事實上它糖分的升很慢 這叫抗性澱粉 至少一餐 可以用這個去取代